来了来了 柴玲来了 有那么高兴吗 柴玲高兴啊 他们想要吃柴玲吗 嗯 想要吃柴玲 爸爸 那么晚啊 小玲我来了 来就来了 哎干嘛老妈 柴玲啊 柴玲把柴玲拿出来 把柴玲拿出来 好 马上马上 嘿嘿嘿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看拿柴玲拿个半天 来来来 哎老爸这是五十万 你说了五十万 你看 全部照齐了 先拿着 我跟他老爸昨天晚上临时决定了 再加了三十八万 三十八万 对 岳母大人 我现在你也知道 我是农村孩子 你像我去哪里 拆拆三十八万 这五十万台里 都有东窍西借的 而且要买车 又买房的 还有 还有买其他的用品啊 这是哪里 还有多少钱啊 而且 五十万彩礼钱啊 不怕跟你说 我都是跟 啊 街房邻居 借来的钱 哎呦 那你这样说的话 我更压要家了 要不让我女儿嫁过去 把你还债得了啊 再一点彩礼 你还要东借西借的你 那说了五十万就五十万 什么 昨天就要加多三十八万 是啊老妈 你看 我们结婚又很多花钱的地方 没说话 听你老妈的 你知不知道 昨天晚上 我被那些山咕噜 丽婆笑话死我了 害得我今天 早上你知道我怎么走路了 我是这样子走路了 我头都抬不起来啊 人家说 我上了一个赔钱货 才给个要口五十万钱 人家某某某 这边一百万 那边一个跑车 这里一个房子 你倒好 五十万就屁流屁流的跟人家走 你干嘛要跟人家比呢 你走自己的路 要别人说去吧 对啊 而且你加这么多彩礼 小玲她也不同意啊 是不是 以后毕竟我对小玲 是真心相爱的就行了 真心相爱有屁用啊 没有金钱的基础上 你们的爱情能长远吗 再说 我养了你二十年 一把死一把尿 尿片啊 奶粉钱啊 那些都不用钱啊 而且你 一刚毕业出来 就马上就嫁给他了 你会家里贡献个一分钱吗 没有了没有 那我嫁过去也会回来孝顺你们啊 孝顺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了这水 你以后你会给我养老吗 我现在不要到一点彩礼给你弟啊 你以后怎么办啊 他也要结婚啊 我也要买车买房啊结婚啊 哎呀对 你自己有手有脚 你不会去打工吗 对啊你你儿子结婚 你要我来承担这个金钱 什么承担 这是你盖点的彩礼 用不了这样吧 你儿子也有手有脚啊 是不是 他娶个老婆 你让他也拿八十八万出来 他拿得出来吗 你管我管不管我拿不拿出来 今天我就要八十八万彩礼 要不然休想求我女儿 而且你看我才这么年轻 才二十六岁 你让我去哪里抽这么多钱啊 而且我父母压力也很大 每天三份工作为了结我这个婚 那个心都交税了 如果你晒要三不八万的话 我父母都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啊 可能都想不开了 哎这个大哥你来评评你了 你看 他们突然加了又加了三十八万彩礼 说好五十万了 啊好像这这家攀平 那家攀平 那家一百多万 那家用两百万 又送车又送房子的 他还嫌我给的少啊 这样啊 哎呀这个大嫂啊 你不应该这样 什么不应该啊 你卖女儿吗 你这样 什么卖女儿 我养她是二十年 我拿一点彩礼钱很够费吗 我养她二十年啊 大哥 哎呀你现在嫁女儿啊 他们相爱就行了 你老是这样烦你干嘛 你家有女儿吗 哎呀 你家有吗 没有没有 那还在你啰嗦啰嗦 给我灌 你看连路人都说 你们不对 你还这样 加不常人所难嘛 我相信 我以后 觉得我一心一意 对小林好 而且要我这样 你就加多 那以前我现在还年轻 是不是 我分级付款 以后每个月 给点每个月给点 每个月给点 每个月给点 给到什么时候 我上个月也要结婚了 也要彩礼啊 你分级付款 怎么付啊 结果婚你也有分级 你以为是手机吗 真的是 还能 没能力 你就不要举啊 小林你劝劝你妈了 哎呀 亲爱的你看 我们也相爱几年了是吧 就是我觉得我老妈说的 也有道理 你看看我家的条件 我老妈 她一把死一把尿 把我拉死到也不容易 再说了 我弟也准备要结婚了 要不你就凑一下 那个彩礼钱吧 怎么 你刚刚 还劝你妈就不要家 你现在要 我反而劝你我来 加彩礼 还有给彩礼 你到底想不想结婚了 你想不想嫁 对我是不是真心的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们结婚后 我们一起还嘛 你先凑过来嘛 一起还 我不然我能不能成少啊 现在我也发现 你到底对我是不是真爱 那左右为难 我能怎么样嘛 那你就是听你老妈的话 执意要我加这个彩礼 是啊 那他把我养大也不容易啊 那他也是为了我好嘛 我当时真的看错你了 小玲 你今天决意不嫁是不是 不加彩礼就不嫁是不是 我听老妈的 喂喂喂喂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这么大声跟我女人说话呢 以后嫁过去还得了 大哄大家 笑什么话 我今天有告诉你 这回我就不嫁了 不嫁是不是 你不要问我 我最后问一次 嫁还是不嫁 嫁 必须要家 家族八十八万 又不然休闲 不嫁 不嫁 喂喂喂 你还打过去啊 小杰 不嫁就不嫁 这彩礼钱 我这里留下 哪怕我以后终身不娶 我也不跟你在小玲结婚啦 小杰 不嫁就不嫁啊 那你留下打公关 打公关 哪怕我打一辈子光光 我也不后悔 我也不结这个婚 哪怕我告诉你 哪怕我女儿 这礼物我也不要打 大家给你 好 放他给我 走 留下你自己呀 走 账就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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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好 还在这里 我都怪你们啊 你怎么怪 那么好的男人小杰 你看蒙年过节都给我买礼物 给你送礼物 这么好的男人叫我去哪里找啊 现在好了 他跑了 你这下话我啊 不能跟你拉大公小调的 你要清楚 你这一点口运大家都清楚不住 在你载里都没大多少 凑口一都八十八万 快去 快去 哎呀 哎呀爱上不是买卖啊 哎小杰我以为是谁 小杰你要去哪里啊 去淋菜啊 啊怎么这么巧在这里遇见你 你家住在这里 是啊我家一家 那你你先放开 干嘛 那今天不是你跟小林的办婚就是吗 小杰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相信小林的 小林他们家真的是四粒眼 一定要我加彩礼啊 加三十八万彩礼啊 他家要八十八万彩礼啊 而且他递结婚 也要我出这个钱 所以我实在没有能力 哎这个小林真的是 以前大家都说 他不要彩礼嫁给你了 怎么现在变得变得那么快呀 所以说小金我知道之前我辜负了你 不听你的劝 所以我相信经过这一次教训 我一定会一心一意 对你好 你用不愿意重新追回我 嫁给我吧小金 哎呀其实我跟你分手之后 我都没找过其他男朋友 我心里面一直都聊你的 那这家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真的是原犯了小金 我看你 好了 那你以后一定要对我好哦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绝对不会再辜负你 不会再以后你上去 来 好